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乙呢 乙的速度是两倍 来 出速度两倍 它掉下来 到这边 OK 那么下列合者叙述是正确的 来 我们来看一下A选项 假的 乙的射程比较大 对不对 是的 乙的射程比较大 怎么知道呢 这两个人他们会同时落地 平抛在牵直方向都是做自我体 这两个在牵直方向做自我体 只要高度一样 时间就一样 好 高度一样 时间就一样 所以他们的牵直方向H都是二分之一 GT平方 那只要是H一样 算出来的时间就一样 所以大家的时间是相同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算射程 来 A选项 它想要算射程 射程就是 S 方向的位移 就是速度再乘上时间 大家的时间一样圈起来 乙的速度是两倍 乙的射程比较大是两倍 正确 它不要选 它要选错 飞行时间相同 正确 在这里 高度一样 时间一样 C 落地的时候 乙的动能比较大 对不对 好 落地的时候 乙的动能比较大 是这样吗 来 不是 为什么不是 因为还要看什么 你还要看质量 你还要看质量 那你还要看质量 所以这个乙的动能比较大吗 来 我们就来顺算看 来 这个东西 它的后来的这个什么东西 后来的速度 后来的速度 我来写一下 后来的速度 大家都是在什么地方 大家都是在切线 来 切线 那我怎么算后来动能比较快呢 你可以用独立性 你也可以用什么东西 用能量比较快 原来的动能加位能 等于后来的动能加位能 那后来的动能我都假设叫做 1k 好了 来 这个是 1k 甲 那这个是 1k 乙 那 1k 甲 跟 1k 乙 那么 我们就把 1k 甲 算出来 1k 甲 叫 2 分之 1 乘上 v 平方 v 平方 再加上未能 mgh 那乙的动能呢 叫做 1k 乙 1k 乙的话 2分之1m 我们要写 4分之m 再乘上 2v 的平方 然后再加上 mgh 这个 m g 再乘上 h 那这个东西你看喔 他说乙的动能比起来要大吗 乙的动能比起来要大吗 你可以慢慢算 你可以慢慢算 看这个大还是这个大 那这个前面我们发现 你看这个比他要小 那这个东西呢 他是多少 他是你看 这个平方他是 4 跟这个消掉 这个比他 等一下 这个算出来是 这个 4 4 消掉 这个跟 这一项跟他一样大 但是这一项小于他 所以代表说乙的动能比较小 乙的动能比较小 所以这个东西呢 乙的动能比较小 他说乙的动能比较大 好 来再来请看到d 在落地前瞬间两个加速相同 对在空中加速都是g 在空中加速都是g 所以这个是对的 加速都是g 甲乙在空中都是受到重力加速g 这个是正确的 好 再来请看e选项 在落地前的牵持速度分量 一样对不对 是的 因为我们可以这么说 刚刚我们算是动能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 你也可以用独立性来算 那独立性比较麻烦 那独立性是这样子 这个东西他们的水平方向的速度 都跟初速度一样 这是v0 这一个水平方向速度是2v ok 这个是v 这是2v 牵持方向都是自由握体末数 那自由握体末数叫做什么 来高度叫h 所以这个速度叫做根号2gh 在牵持方向都是做自握体 根号2gh 牵持的速度一样 这个是正确的 所以1也是对的 分离答案要选谁 要选错误的 分离答案选C C是错的 好